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欢迎收听商业外讲 我是杨轩 让我们一起来向世界多问几个为什么 在这个快速变化信息爆炸的世界 挑选你不容错过的商业现象 聊点以不变异万变的本质逻辑 嗨 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期的商业外讲 我是杨轩 一个观察人类在风口里反复横跳的主编 这期想跟大家聊聊618 我觉得今年的618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大促 今年的618有一个特别的晴雨表 或者说指针的意义 我觉得今年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上半年的消费如此的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消费信心什么时候能够复苏 消费的这个动力什么时候能反弹 各种品牌商家该怎么去面对现在的这个消费市场 我觉得这是盘缓在很多人心头的一个疑问 我们特别做了这期节目 以及我们事先其实是跟许多平台方沟通过 那一些平台方就会说 我们今年是不会公布数据了 所以我们这边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去找了 比如说第三方的机构 或者说去看了各种关键公司的财报 试图去拼凑出一个说 今年的上半年消费怎么样的这么一个途径 这期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 第一位嘉宾是有八年消费领域投资经验的投资人黄海 我会抓他跟他盘一盘 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消费市场表现 和今年628的各个重要品类的表现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邀请到了两位在一线打滚的这个创业者 一位来自食品行业 或者是说更确实说 他的公司是做预制菜的 这是真卫小梅园的创始人浦文明老师 另一位呢 是来自护肤这个领域 他叫费其文 他的公司叫一期一会 两位创始人 其实都是在各自的领域 已经打滚了十几二十年 所以他不仅对自己的公司 其实对自己所处的领域 也都非常熟悉 好的 我们先有请投资人黄海来跟我们聊聊 黄海老师 你要不然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消费投资人黄海 我的公众号叫投资人黄海 以及我有一个播客叫风头圈 然后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猜猜618有一点近猜的意味 然后待会呢 会给黄海老师问几个问题 大家先听听我对今年这个 上半年就是消费情况的一个描述 你可能就能够在猜测的时候 更准确一点 从今年三月开始 然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 就开始下跌 然后三月是同比下跌了3.5% 到了四月厉害了 下跌了11% 然后到了五月 依然下跌了6.7% 这对中国经济来讲 其实是一个 其实挺少见的一种表现 就是因为说 今年上半年的消费状况是这样 然后其实直接就影响了说 今年618这个商家 参与这个大醋的这个热情 那现在我就想问问黄海老师了 就是你觉得说 今年最卷的一个行业 你猜应该是哪个 我其实不知道答案 因为我们投资人通常 不会跟平台方去要这些数据 所以我也是作为一个消费者 可以来猜测一下 我觉得最卷的话 那就是这个竞争最激烈 对吧 我相信可能 美妆护肤行业 肯定是一个竞争 非常内卷的行业 以及我觉得今年可能 手机也会是一个 非常内卷的行业 今年手机行业 在618大概会有一个 什么样的状况呢 就是 就是大家打价格战 打得都特别特别的狠 然后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说 基本都是在降价 20%到40%之间 尤其这个都是他们的 主力高端机型和新机 我觉得还是表现出了 手机行业的求人欲 黄海老师 这是以你对这个 手机行业的了解 你能不能猜猜看 为什么那个手机 会是今年最卷的一个行业 对于消费者来说 它是一个典型的可选消费 可选消费的意思就是 我今年消费也可以 明年消费也可以 对吧 所以这个倒不会说 一定有什么理由 是一定要今年的 那对于手机厂商来说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他们就要用低价 来吸引大家 但手机它会有一个 更新换代的问题 就是说尤其电子消费品 跌价跌的又很快 如果这个货我已经囤了 然后这个料我已经备好了 我在618这个时点 不卖出去 那砸在我手里 这个亏损可能就是巨大的 时尚产品的特点就是 过季了就没人买了 对吧 我们觉得服装 可能是这样的产品 但没想到 其实手机可能也算是 过季了就不会有人再买 一定要赶紧卖出去 你刚才其实讲到了 美妆行业 对 也讲到了服装行业 你觉得这两个行业 哪个会更惨一点 美妆跟服装 今年应该都是比较惨 可能服装更惨一些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 家里面的衣柜 其实都装满了很多衣服 其实少买一件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区别 不愧是看了半年消费的投资人 答得非常的精准 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说 今年的状况 还是比较艰难 而且目前就是 几大平台都没有发布自己的数据 所以我们就提前 找了一些第三方 然后去咨询了一下说 A618的这个预售情况怎么样 那目前看起来呢 服装行业可能会更惨一点点 有一些品牌商 或者说有一些代理商 代理商跟我们说 这个服装品类可能下跌了 大概有40%到50%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那其实服装行业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 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所以它的增速会比较慢的 其实它是整个淘宝当年崛起的时候 第一个崛起的一个核心的品类 那直到今天还是在淘宝整个平台GNV里面 很大的一个比例 如果不是最大的话 可能也是前三名 这是肯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再往上走的空间会比较小 那遇到疫情这种黑天鹅的事件 那自然而然受到的打击也会比较的大 因为增量已经比较少了 对 当然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有这个 就今年备货备不上这个原因 就是说我既然货都备不上了 我干嘛来参与这个大策 以及我觉得今年可能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 就是说今年由于各个链条的运转效率都在降低 所以导师说商家们其实今年这个利润率是在下降的 它的上游供应链的成本是在上升的 它如果再打打折 也就没什么利润可赚了 我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的经验 好像发现跟平时价格差不多的这个品牌也蛮多的 最近几天在做618的购物的时候 折扣有一些也没有那么明显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利润率还是比较看重的 那我觉得既然服装品类 然后黄远老师你们一级市场投资人已经不怎么投了 我就问一个你们比较熟悉的品类 比如说你猜猜今年的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 这个赛道表现会怎么样 同比肯定也不会怎么增长 从我们投资人一个相对宏观的一个认知来看的话 前几年发展的很快 很多的创业公司冒起 投资人也投了很多钱到这个行业当中 整个大的美妆护肤行业 那这两年可以说是一个调整期 第一方面就是内卷非常严重 第二方面我发现身边有不少的消费者 跟我有反馈说前两年买太多化妆品了 感觉也用不完对吧 所以今年可能稍微要优着点对吧 稍微的更理性一些 前两年可能买的时候放的有点太开了 所以今年的这个调整 我认为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 但是其实我们说到美妆这个品类 其实要分开讲的 我觉得化妆跟护肤 这个感受可能还是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口红是可以不涂了 但是面霜每天都是要涂的 比如我们看到说阿里达斯今年第一季度 然后在大中华区它的销售额是跌了35% 但是欧莱雅只跌了四个点 我说错了 亚斯兰黛只跌了四个点 与此同时 然后像我们一些国货主要是做护肤的品位 像伯莱雅还有约诺纳 他们大概都上涨了40%到60% 这还是一个挺惊人的数字 说到护肤的话 其实护肤倒是一个相对更加刚需 或者我们叫做更加常态化的一个消费行为 对吧 无论你出不出门 你都还是要做皮肤的保养的 所以在这一块上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这个行业的稳定性就会更高 刚刚杨老师提到的 还有不少公司在持续的增长 像我们一些A股的一些上市的护肤品公司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说 他们拥抱互联网 拥抱直播 拥抱短视频 其实会比我们很多的新消费公司要更晚一些 所以我们刚刚说 前几年是新消费突飞猛进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率先拥抱了直播和短视频 但其实这些上市公司是这两年开始慢慢的下场 去收割直播跟短视频这样的一些新型的销售渠道 所以他们反而在这两年会体现出来更好的一个增长的曲线 我认为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下场不怕晚是吗 对 因为大公司毕竟底蕴比较深厚 它下场比你晚一些 但其实大家从刚刚杨老师分享的这个数据来看 他们人家一下场确实对这些上市公司来说 就是一个增量的一个渠道 那这个增量一起来 那就难怪他们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增速 但其实对于大量的新消费的护肤品行业的公司来说 确实已经在一个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竞争状态当中 创业公司摸索出来很多新鲜的打法 那等这些打法变得更加成熟的时候 那其实大公司包括国外的 也包括A股的咱们的上市公司 其实他发现这个打法已经成熟了 那我直接下场去照搬就行了 所以他们就会进来成为一个 叫收割可能会比较难听 我认为这个词可能有点太赤裸 但可能他们可能会直接把已经验证过的一些打法 可能就直接用上 但是我们会发现说 在美妆和护肤这个评论里面 还是有一些有增长的东西 很神奇 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沉静的 看一个明星化妆师教大家化妆 自己还上手试了 就是人家化起来就是 化出来就是仙女 我化出来就是手材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种草了很多 比如这家的什么化妆刷 然后什么底妆 然后我们在做今年618的研究的时候 忽然发现说 就是我看的那个明星化妆师 他自己创立的那个创业品牌 今年大概涨了一倍 这是一个在整个大盘都非常荡的情况下 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对 你刚刚讲的这个模型 是我最近非常关注的一个创业公司 做新消费的一个新打法 因为品牌主理人一定是最了解自己的品牌的 而且你自己靠内容去吸引粉丝 那你的费用和成本肯定是相对更低的嘛 就你会比投放别的品牌去跟你家其合作 那你自己如果能成为一个领域当中的 你的品类当中的一个KOL 那这肯定是在目前的一个很内卷的情况当中的 一条杀出重围的一个好方法 我觉得它可能不只是说 这个投入产出比更高 我觉得可能就是说 这种信任感跟粘性也会更强 这可能是过去几年 这个消费品狂飙突进的时候 比较缺的一种东西 对对 其实大家觉得新消费现在遇冷了 其实我认为核心就是前几年那种狂飙猛进 靠花钱靠亏损去换来GNV的增速的 这样的一个方式被证伪了 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样的一种更新的方式 用品牌主理人直接去成为一个内容的创作者 对吧 去讲解自己品牌里面的很多的知识 一些 因为每个领域都有值得学习的知识 无论是化妆品 还是酒 还是咖啡 对吧 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值得学习的这些门道 用专业的主理人来去给大家来去做这个分享 去建立粉丝 建立信任 然后再去销售 那这种方式是很健康的 如果能跑通的话 其实也不会产生太高的一个营销的一个费用 所以我们是很看好 这样的一个模式会在未来 引领很多新消费品牌的一个发展 对 也就是说今年看起来丧丧的 但其实还是有机会的 是吧 对 我们发现说在这个美妆各户里面 有一个细分品类 就是香水 大家会纷纷说 今年香水长得不错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还是这个类目 它其实会是一个冲动性消费的类目 而一个冲动性消费的类目 是非常适合直播的这样的一种 售卖的方式的 是因为当你信任的主播 跟你在你面前打开一瓶香水 然后它闻一下 虽然你在那个手机前面 你是闻不到这个香水的味道了 其实你是闻不到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屏幕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比较生动的 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演示 其实是比较容易去刺激性消费的 我觉得这种很容易在主播的 这个直播间里面 去唤起大家冲动购买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的类目 其实就会受益于最近两年 以抖音为代表的这种 直播间的这样的一个兴起 而且这个类目本来的 这个基数会比较低 对吧 本来是一个相对小众的类目 所以其实它有了这么一个 新型的销售方式带动 它就会有一个快速的发展 而且就是我自己有一个 我能理解的类目 长得也很好 就是今年就是我们这个 根据第三方的数据看 它应该是同比上涨了一倍以上 是什么 猜不到 我猜的那个名字叫各户用具 然后我们自己猜了猜 我猜可能是美容仪 各户用具 对就是黄海老师不熟悉是吗 来让我给你讲一讲 对对对 你从消费者的角度 先跟我普及一下 我从行业的角度有一点了解 从消费者角度 是完全没有了解的 黄海老师应该知道说 中国的婴儿潮 就是人口最大的年龄段 也是哪个年龄段吧 婴儿潮就是出生年龄比较多的 就是对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多 我觉得应该是85到90年吧 因为我是这个年龄段的 据我所知我高考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内卷的一个高考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是不是应该是85到90 差不多就是80后呢 是中国目前人口结构里面 就是人又多 而且又有钱的一个 比如说80后已经到了接近40岁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说过去一段时间 医美特别的火 医美里面最火的项目就是抗衰 比如说热马机啊 然后超声刀啊 然后就这种 然后反映到美妆客户里面 其实所以就所有的抗衰累的能够调整你这个状态的这种美容仪 我看都是卖的非常火的 虽然也要好几千亿了 2000到4000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我自己平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也看到过一些这种美容仪相关的项目 这种项目最大的特点 我觉得是它也是一个增量市场 它也是一个基数相对小的这么一个行业 这类型的行业呢 其实也是我们一级市场的新消费投资人比较喜欢的一个行业 是因为我们都想避开那种充分内卷 充分竞争 大公司已经要下场收割的行业 我们其实更喜欢像这种 其实它有一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忠实的粉丝 然后它慢慢慢慢地变成一个大众化的类目 对 然后我就不说名字了 就是我们就是根据第三方的数据 今年天猫618有一个就这种美容仪品牌 然后第一周呢 销售额已经破亿了 然后应该是好几亿 那其实比如说我们去看 今年像服饰比较惨一点 开始那个大醋的前几天 破亿的品牌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讯号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大家会觉得说 如果真的能让我变美的话 多五百多一千 这件事情其实还是值得的 只要它真的能变美 那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与其买便宜的 不如买那个有效的 所以这种类目是比较容易 把这个毛利率做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种类目其实说实话 从商业逻辑来看的话 它肯定是属于比较优质的类目 是因为一旦信任建立起来了 其实你的这个利润空间 是非常的可观的 但你千万就不能 这种类目千万的这个问题 在于说你不能有一天 让消费者觉得 你就是个智商税 你确实是没有用的 那那个时候消费者就会抛弃你 对 我们刚才其实盘点了 好几个特别卷的行业 从手机 然后服装 然后到美妆 我想请黄海老师猜一猜 你觉得今年最坚挺的 应该是哪个类目 利于在疫情期间 宅在家里面时候囤货的 这样的像预制菜 像这个方便素食 这样的类型的产品 我相信应该是 今年会比较的 受到大家的一个需求的 对 我们去看今年这个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就是过去三到四个月 每个月这个食品粮油 就这个大的类目 都是有10%级以上的增长 但是与此同时 就是我们发现 今年618 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 就是好像 这个大醋的数据 没有跟着大盘的数据一起涨 这种偏向于刚需的 食品的类目 其实大家不一定会等到 大醋的时候 才会专门的去采购 例如说买护肤品 那不是说经常都要买的 所以我今年买 可以买个半年的护肤品 我觉得这种类目的心智 是比较适合大醋的 有一些更加常态化 我每天都需要的 我日常一定会需要的 那其实我要等到大醋 才下单的这个驱动力 会更低一些了 对 是的 我觉得视频饮料里面 可能也得看 比如说 其实我们能看到说 今年大醋像咖啡品味 其实涨的还是挺好的 比如说有那个雨田川咖啡 所以他们说今年 他们五月的销量达到历史新高 然后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双十亿 然后永浦说他们预售 那个十五小时 就超过了去年预售一整天的这个量 三顿半说他们预售同比增加了100% 三顿半也是鸿海老师偷的公司 你应该就是非常的清楚 对 这个有一些主观的一些偏好 因为我是三顿半的投资人 所以这个不会特别客观 对 但是可能有一些品类 就是不太适合做大醋 而且这个时候挑战特别大 比如说去年其实很多社区团购 在618的时候都做大醋了 那今年可能就会难一点 因为说你这种生鲜商品 涉及到冷链运输 那是不是就是说 咱们还是要拼着这个冷链运输 可能被拦在路上的风险 搞大醋 对吧 这是一个今年可能就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尤其是这么热的一个天气 如果在冬天的话 可能这个问题会好很多 但在夏天这个问题又更加严重一些 对 有一些类目它比较适合大醋的时候 去囤个三个月半年 甚至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囤货 我都在大醋期间进行 这种类目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其实在生活中是哪些类目适合这么干 那我认为你的保质期如果比较久 对吧 如果你是不是特别占地方 对吧 那或者说你其实一下子买很多 它也不会物流 配送上会遇到一些可能的一些障碍 那这种类目它很明显是属于 适合在大醋的时候多买一些的 其实三顿半为代表的这种咖啡的类目 其实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确实这个类目当中 不同的品牌方 他们对于大醋的重视程度都很高 但如果是一些很日常的 像水果像生鲜 可能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它就变质了 可能你一下子囤太多 你家里也塞不下的 或者说你消耗不完的话会浪费的 那这种类目其实就没有必要 在大醋的时候特别的积极了 你觉得说今年最有可能能够给 今年的618称称厂子的品类 会是哪一个呢 如果我是平台的话呢 其实也不用思考我是不是平台 就我从消费者的角度 都能感受到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是我发现最近平台这几天 给我们消费者推送了很多 这个家电类的一些消费券 就都是会有一些折扣 你是领了北京那个1500的消费券了吗 那个领了 然后呢在不同的平台都有 因为你说的那个北京的那个 是在京东平台上的 因为消费券都会在某一个平台上 但如果不同的平台 他自己发的优惠券 或者说是商家发的 或者是平台自己发的 因为消费券是咱们政府发的 所以其实都会不约而同的 我发现在这个家电的类目上 是比较多的 我思考下来的话 应该说是这个类目的单价比较高 对吧 你动辄买个冰箱 总得几千块钱吧 对吧 所以这个最能够提振这个消费的 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大盘 还有就是现在囤货也比较的受欢迎 所以大家都想多买一些家电 在家里面 多买一些冰箱吗 冰箱肯定是家电里面非常重要的 一个雷目 尤其在今年对吧 对对对 今年这个冰箱的确是卖爆了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就是说 就是今年可能就是大家蹲在家里 发现说居家生活这个品质 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猜测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说 像一些清洁家电呢 然后或者说一些厨房的家电 然后其实可能是卖的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们刚才是整体的去盘了 就是不同的类目 然后呢 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说 今年的挑战非常大 但是我觉得今年是不是还是有些新的机会 就比如说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说服装内幕 其实是这个今年这个下滑非常明显的 但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能够看到说服装商家 他们现在开始去做一些新渠道 比如说开始去做抖音 这个是不是这个今年还是不是说一丧到底 还是有些那个办法 可以去那个提振一下市企 或者提振一下业绩 在渠道的视角来看的话 很明显现在整个中国的零售里面 其实最大的增量渠道 那就一定是抖音 尤其是抖音的直播 这件事情我认为 不仅我们投资人很清楚 我相信各位观众在看直播的人 应该也都很清楚 这个最近新东方出圈 这个快速地积累了1000万的粉丝 也就是靠这个抖音的直播 所以增量渠道这件事情 我认为也是非常清晰是在哪里的 对 我觉得我之前可能 对直播这个事有一个偏见 我后来渐渐地觉得说 我这个想法也不对 我最开始会觉得说 去直播间买东西 这个效率太低了 你得看一个人叨叨叨叨半天 但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部分人可能不是这个心态 大部分人的心态其实是 晚上8点开始 可能今天的事也就忙完了 我本来就想找一个节目看一看 很多的消费者可能会觉得 直播带货本身是一个挺好看的内容 这件事情也是我后来意识到的一个问题 按照内容本身的竞争 它也是一个相对优质的 可以让大家消磨时间的一个内容 所以很多人是喜欢看的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我们就不应该说过度地追求 刚刚一开始描述的那种所谓的效率 那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直播作为一种内容化的一个销售方式 跟我们称为叫做货架式的 就是说我只有一个详情页 有一个图文 对吧 我有一个介绍 跟那种销售方式相比的话 它是互不矛盾 而且它会长期的共存 但其实我们会知道 其实货架式的详情页式的这种销售方式 它更多是一个存量的一个方式 因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那直播这种方式是一个增量的方式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 它会在最近两年变得越来越受到大家的一个重视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了服装 服装其实以前主场都在天猫 那服装可能是一个 还有就是说我们能够看到说 食品其实现在也开始上那个抖音卖货了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渐进和演进吧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根据我对抖音的这个直播带货的整个观察 这个是一个非官方的一个数据 但据我的了解的话 它去年的整个GMV大概在8000到1万亿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 今年可能会在1.5万亿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都是非官方的一个数据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随着它的GMV的增长 那它肯定在类目上会越来越拓宽 它会越来越涉及到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 那大家都知道肯定美妆会是它起步的第一大的一个类目 是因为美妆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天然的适合通过直播的方式去呈现 这个效率太高了 你看这个详情页看半天没看明白 你看这个主播给你讲一讲 主播自己在脸上涂一涂 你马上就可以去购买了 对吧 所以这件事情的效率非常的高 所以它肯定是从美妆这个类目先开始 那逐渐的发展到最近你会发现 其实新东方的这个爆火 它带货的这个爆火 它并不是靠美妆这个类目 对吧 因为新东方其实去带美妆也不太 卖了一些什么锅呀羊肉牛肉 对它也不太合适去带美妆 这个团队的整个气质 对吧 它不是那么合适 但它发现它带这个农产品这个类目 我认为它选择非常的巧妙 因为这个类目 我们刚刚也一再提到这个概念 它属于一个增量类目 它在抖音直播间肯定是个增量类目 对吧 此前并不是一个特别内卷的状态 那它第一个跳出来说 我主要的带货其实在农产品上面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很多的 看直播的消费者来说 是比较有新鲜感的 那如果我换一个直播间 大家都在内卷各种的口红 那我看到这个直播间 好像就比较少有人在带羊肉 什么这个锅大米 那我可能下单的概率就会更高 我还有一点小小的问题 想问黄海老师 就是说现在可以算是消费品的冬季 它可以说是 确实可以这么说 但我觉得在冬季 其实也有冬季的机会 应该可以这么想吧 比如说如果我们想想说在冬季 有什么事是适合在冬季干的 对于这个你有什么建议 那冬季的好处就是说 大家不关注了 对吧 资本可能关注变少了 我是专注消费的投资人 但大部分的投资人 可能现在这个时刻 是已经离开了这个消费行业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的好处为什么 好处就是竞争少 这个很简单 对吧 当你竞争少的时候 你又坚信自己做的事情 长期有价值 长期它能给消费者带来 创造了你自己 非常明确的一个价值 那这个时候 那你去创造这个价值的过程当中 你的竞争少了 那不就是一件好事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核心的点在于说 我们是不是在内心非常坚定 在此时此刻说 我们做的这件事 每一个消费领域的创业公司 我们做这个事 是能给消费者带来价值的 如果是的话 那其实现在确实 不是那么差的一个时候 是因为那些杂音 那些跟你一起烧钱 一起去拼营销 去融资的这么一些噪音的行为 在现在会比较的少 你可以很专注的去做你的产品 把你的产品打造的更好 而且我觉得过去三年 这个新消费品类的确是非常的火 如果我们现在站在这个 冬天的时点在马后炮 然后再过去回过头去看一看 你会觉得说有什么反思吗 我觉得过去几年 整个投资行业对于新消费 有一个普遍性的一个误解 这个误解是 它可以像互联网行业当年一样 经历一个烧钱的过程 去获取尽可能多的客户 去尽可能的增长你的GNV 最终它随着规模的上升 它可以实现最终的盈利 中间的那个亏钱的营销的那种过程 是一个合理且正常的过程 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被证伪了 在后来 那被证伪了之后 那很多投资人当然就会失望 并且离开 那我认为这里面为什么会证伪呢 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互联网的本质 跟新消费的本质是不一样的 新消费的本质就是你每做一单的销售 你应该能够赚到那一单带来的钱 它不会说你卖一单不赚钱 卖一百单你突然赚钱 这个就不符合消费的本质 但互联网可能确实 这个逻辑是可以讲得通的 你可能服务一个消费者的时候 你这个平台是亏损的 但你服务很多消费者的时候 因为这个网络效应的原因 你可以去变成赚钱 所以这个逻辑在互联网上成立 但是在新消费上并不成立 新消费上可能从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要更加关注你的业务的健康 和业务的本质 它不能祈求这个先烧钱 最后再能够 一定能最后能够跑出来的 这么一个想法 那我们这里要不然先邀请我们 第一位在一线打滚的嘉宾 普文明老师来跟我们聊一下 食品这个行业 以及他自己的公司 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亲身感受 是怎么样的 我们整个的业务增长 对比去年可能还有个三倍的增长了 确实整个疫情 虽然说对很多消费品 没有特别友好 但是对玉制菜这个行业 可能还是有一些有利的 这么就是汹涌而来的订单量 你们的这个承受 就是能供得上货吗 是这样的 我们在疫情的期间 确实也发生了一些 供应链的一些问题 就是说 但是我们没有选择躺平 3月31号封城以后 4月1号我们整个仓库被封了 然后我们要启动第二的备用仓库 然后要找到整个有通行证的车辆 在3月底的时候被封了将近一万多箱货 我们要把它给弄出来 还找了政府帮我们做了一些背书以后 我们把仓库的货都拉到新仓 保证了整个的就是在疫情期间的一个供应 我们判断了 因为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判断过这个疫情的时候 销售额会大的增长 所以我们在3月份的时候 已经让我们的工厂 把我们的计划订单 我们翻了个倍 有的产品我们翻了两倍的这个计划 被货量 所以说你会发觉到4月5月的时候 我们都能用上我们的主力用户 实际上跟叫外卖 它是两个不同的用户 今天大家认为可能都是 好像预知菜都是95后00后来买的 实际上大部分还是在宝麻这个类型来买 因为纯懒人 就真的非常懒的人 就他连碗都懒得刷 实际上他不会买预知菜 就你要去教育这些用户的话 那还是有点难的 就这是外卖的重度用户 甚至说是那些自热食品的重度用户 今年可能就是很多食品类的商家 然后在参加这个618的时候 可能觉得有点困难 就是因为说觉得说 今年的这个供应链 或者说今年的这个物流 可能是比较有挑战 我不知道那个文明总 你自己的这个亲身感受怎么样 确实整个物流特别难 我们今年在618期间的时候 我们自己在抖音的订单 到现在为止还有将近一万多单 就是我们在12号有直播的 然后上海的订单全部卡牢了 然后顺风 因为我们的云昌是在长洲发上海的 然后所有的订单全部 就顺风就直接不让进 那么我们就将近挂了一万多单 光抖音就挂了一万多单 然后天猫上的订单 还有很多那个拼多多上的订单 实际上都是发不了上海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启动了就在上海的舱 就发上海同城 就是你会发觉那个云昌进不来 我们在上海的舱打完包 然后我们连顺风都不会派车来拉的 我们自己派车 送到顺风总舱在那边排队 然后整个顺风的冷链舱 直接就爆舱 就我们要在那边排队 我们为了把货送到上海的用户手上 但上海以外实际上还是比较 还是没什么特别大问题 然后你会发觉我们今年的618 在京东上面做得特别特别的好 对比去年可能十几倍的增长了 因为京东的整个物流是他自己的 然后我们基本上也算在京东 在上海地区的 在玉制菜领域里面 就我们只要京东仓有份额 我们就把货就送进去 我们比如说我们在618的 第二个大出节点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那一天的营业额 是平时的十倍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们接力积累了很多的团长资源 我们当时在6月10号的时候 我们启用了一键带发 还是顺丰冷运 做618的一个大活动 通过团长来把我们推 也是将近推了 在两天时间里面 我们卖了将近一万五千单 一万五千单 就是说 但是还是因为旅约的问题 就是你必须在上海 同城座 然后在那边排队 压力还是蛮大的 然后整个的顺丰的价格 跟平时的价格 也是不一样 线上也是爆发 但是因为整个旅约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很大的增长 可能在 不是来自于线上的 我们的大的增长的 都是来自于线下 就是说我们的自营门店 包括我们的一些 夫妻老婆店 包括K 像大润发 加勒福 就这些有 大家都会到那边去买的 这就跟我们刚才去看的 那个就是数据 其实是能吻不上 就是说 这个需求肯定是在涨 但是电商没有涨 可能全都涨在性价去了 那在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 像河马丁东 包括大润发 包括永辉超市 对吧 这样的一些 生鲜的一个专门的渠道 其实是会比像 京东淘宝这样的电商平台 可能在匹配性上是要更高的 这种渠道 但这种渠道会不会有个问题 普总 就是说 他可能也想推自己的一些预制菜呢 他也是想推自己的渠道 但是你会发现疫情的时候 就他的工厂发不了货 他没有货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他推了自己的产品 但是在疫情期间 很多工厂都停摆的 你如果没有保供证明 没有保供的运输车辆 没有任何的这样产品以后 你会发觉还是搞不定的 那么在这个点上的时候 就是说谁有货 谁就有销售额 在预制菜这个赛道里面 因为目前属于油品类 没有什么特别大品牌的时候 就是包括渠道来说 大家都愿意推自由品牌 因为品牌跟渠道天然是打架的 品牌强 那渠道就弱 那个品牌弱 那渠道就强 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 怎么能迅速的把自己的品牌力做起来 那最终可能消费者认知 比如买玉菜就是小美元 那么大家 就这个品牌是自在流量的 那么渠道才会说 必要么跟你联名做 必要么就是说 因为毕竟还是小美元产品好卖 文明总 就是据我们所知 您也是在餐饮这个行业 做了非常多年 算是一个行业老兵 比如说您能看到这个食品 餐饮 您会觉得说 今年上半年 大概大家的状态怎么样 实际上对餐饮来说很惨 特别是做 就是你如果不是加盟的 是自营为主的餐饮店 确实很难 因为我们发觉什么事情 因为我们自己也有专营店 我们在疫情以后 你会发觉 我们的开发人员 在市场上找铺子的时候 都有大把的好的铺子 在疫情之前 可能你会发觉很多转让费 我们都拿不下来的铺子 你会发觉在疫情以后 以前可能三万块钱 一个月的房租的 现在可能两万块就能了 以前可能要二十万转让费 现在转让费都不要了 铺子菜可能相对来说 它还是偏大众消费品囤货逻辑的 就包括方便食品 方便素食 铺子菜 包括一些冻品 速冻米面 这一类的产品实际上都有这个属性 应该都会比较不错的一个增长 那么对我们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 因为疫情嘛 你是危机 危机 可能大部分人觉得它是威胁 但是我们认为可能疫情是机会 就是看大家怎么来看 类似于就像那个 那个非典的时候 就是就催生了整个淘宝 对吧 那么比如说2020年的疫情的时候 可能催生了很多些方便食品 那么在2022年 是不是玉子菜的一个 就这波疫情 是不是能催生玉子菜 这给我们整个团队里面 在灌输的一些东西 就是别人贪婪的时候 你要恐惧 就像去年整个消费赛道 特别火的时候 大家都在 都是靠融资 对吧 大家都在充销售额 通过投放换增长 那么我们在去年 我们也融了钱 融完以后呢 我就觉得有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去年 把整个的线上的投放 包括一些亏钱的一些渠道 我们都慢慢就转到线下去 那么疫情来了以后 大家都会觉得 就我又提了一件 我们叫别人恐惧的时候 我们要贪婪 就是我们会在疫情以后 我们踩下油门 我们加大头颅 但是这个头颅 不是去拿钱去烧 或者换增长 我们还是踏踏实实的 把线下整个的渠道 这块把它给做好 我们实际上更注重的是日销 我们包括我们平时的抖音 那些直播达人的达播 到内容产出 短视频的产出 像我们更多的是投入在平日的日销里面 没有对大处的节点里面 我们说投入更多的资源 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做 因为我们是生鲜品 你很难通过大处来瞬间 可能完成了整年的百分之二三十的销售计划 就没有 跟我们讨论的逻辑也是非常吻合的 这个内幕属性决定了不同的内幕 对于大处的重视程度和投入程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其实文明总刚聊到说你们大概做了各个平台 比如你们京东也做了 然后抖音也做了 然后天猫也做了 如果让你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 可能比如说做哪个渠道是比较好的 或者说比较有那个增长红利的 做郁芝菜这个领域的话 我建议大家还是做抖音 因为郁芝菜天然有做内容的这个属性在 焦炒菜是吧 我们在疫情以后就11、12号 有一个达人帮我们拍了一段 就是我们那个杂猪牌 他就在上海的嘛 他一个上海的达人一个QOC 然后这条视频就爆了 然后你会发觉他挂到小房车里面 一下子一下子就五六千单 对所以说我们整个的抖音的增长 在去就同比去年 可能不是一点点的增长 然后我们在抖音里面 包括商务团队 整个的达人直播 达播的那个商务团队 包括我们短视频的内容团队 包括我们的自播间 所以你是我们可能有两个自播间 一直在轮流播我们产品 就你会发觉变成个矩阵以后 整个的抖音的增长 就可能是天猫跟京东 拼多多三个组合加在一起 都要起让更大 对 哇 这个还是非常惊人的 对 这也非常体现的货架电商 跟兴趣电商的区别嘛 就是货架电商 你必须要有一个成熟的品类 作为一个用户的心智 用户才会发现你 但兴趣电商不需要 因为它是靠人的推荐来去实现这个购物的 东方真选 我们的产品 我们在里面也卖得很好 就我们的 就今天晚上也有我们的挂车的产品 也就也卖得特别好 就生鲜的产品特别适合这样的渠道 包括甲奶量 带了就在抖音里面 那个头部主播嘛 就甲奶量每带一次 反正对我们的产品 就基本都是一两万单 一两万单 因为文明总 这个可能算是一个 疫情期间逆势增长 非常特别的一个 那个吸签塞道 对 疫情受益的行业 但疫情受益的行业 可能没那么多 是吧 现在我们邀请第二位 在一线从业的嘉宾 一期一会的创始人 费奇文跟我们聊一下 就是今年在美妆护肤 这个赛道的体感如何 刚才隔的屏幕都能感受到 这个小梅园文明总的这个快乐 在疫情中的快乐 费总该怎么形容 我们也感受到了 对 我们是做护肤品的 我也从业这个行业20年 我以前开发了很多产品 也陪伴了过去的 我的公司从几千万 到两百多个亿的零售规模 成为中国最大的股肤品品牌 开发了非常多的产品 今天一出来创业呢 就很希望说 能够做出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来 我们去年五月份开始上市的 然后短短的一年时间 发展还比较快 上半年的时候 这个化妆品和护肤品 可能是相对稍微挑战一点点 然后我们其实也很好奇 就是说身处其中的从业者 比如说费总 您自己的这个亲身感受 是怎么样 今年618或者说今年上半年 受疫情肯定是有影响的了 但实际上这个行业 在这几年 因为大量的资本进入 其实某种宏度上也破坏了一些原来的规则 当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一些 能不能展开讲讲 破坏了什么规则 我从业这么多年 我们还是以做好一个产品 然后靠产品赚钱这个逻辑 那因为大量资本进来之后 可能就变得大量的新公司 它不是靠产品赚钱 单纯的只追求GMV 其他都给不顾 那么于是就会带来像大量的渠道 或者达人的他们可以挣到钱 但是大量的品牌方 其实生存就会变得比较难 这个就是卷得很厉害吧 跟进于是就会 您就会发现在这几年 大处的这个力度越来越大 那开始是新锐品牌非常卷 然后不计成本投入 接下来就是国内的 还不错的品牌就开始跟进了 也开始亏损的去卖货 再到后面连国际品牌 也开始端不住了 大量的给小样 每一次大驻国际品牌 现在的力度 也颠覆过去十几年来的 一些坚守 从来没有见过国际大牌 打折打这么狠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情况 实际上是这几年来的一个积累吧 但我认为说在这过程中 消费者已经越来越疲了 从一开始期待这个大处 到逐渐逐渐看到越送越多 这个过程 接下来就是这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应该说平时的小的节点的促销的这个力度 已经堪比之前的双11 618了 那么真正到现在你来到618这样的节点的时候 其实很多品牌已经 已经没有再往下去的底线了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种常态化的疯狂促销 其实大量的用户也开始 家里一个是放了很多东西 他们也会反思说 哎呀我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放家里 所以他们也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 某种意义上也是个好事吧 就是现在一方面资本寒冬嘛 这个杂音不会那么多吧 大家卷的程度有明显的下降吗 会有的 刚才说到一些不错的公司 像维诺纳像华西生物啊 他们还会有很多的增长 但是他们还算是相对 他们线下的生意不是那么的 那么的大 不算是特别传统的公司 但是有很多原来在线下的生意 很很庞大的公司 今天线下生意也不好了 然后他们可能有一步销量会转移到线上来呈现 那么会看起来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增长 实际上从总盘来说 也会有很多是在下降的过程 就是说其实是左兜头右兜这么一个过程 对对对 新消费要突起的话 其实首先要PK掉其他的创业公司 但接下来肯定要面对巨头的这个正面的竞争 因为毕竟护肤是所有的化妆品集团 其实核心的产品线都是护肤 无一例外 我们之前做过研究 就从来没有一个化妆品的大集团是靠彩妆做成大集团的 当时完美日记好像打了这么一个故事 但后来也发现彩妆跟护肤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 从内幕的这个性质上 所以现在连完美日记也在去大力的发展护肤的这个产品线 所以这个是一个兵家必中之地 费总做的这个行业 比如我们去复盘今年上半年的情况 会发现一些大的护肤品牌 然后他可能之前是不做这种视频平台 太深度的传播的 那今年是不是就大家也还是全都杀尽了视频平台 从去年就开始了 只是说有一个先后关系了 因为传统的护肤品牌很多时候在天猫已经更名多年了 就像我之前待的公司 我们从11年开始做天猫 然后连续4年 13 14 15 16年都是天猫冠军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一直会从一个惯性的角度认为 我们就把这块天猫做好 如果谁提出说我们天猫可以先放一放 我们应该去做抖音或者做快手 这个肯定会遭到很多的反对于声音的 一方面的传大 它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掉头 或者那么勇敢的去拥抱新的一个阵地的 它肯定会相对慢一点 但从去年基本上都已经杀尽 这个抖音或者快手这些平台了 只是这个赚钱的公司不多 您是怎么看待 就是怎么在这几个平台或者渠道上去 该怎么去做呢 就是什么平台是你们的优选 对于我们初创品牌来说 一定要聚焦 就是把所有的资源都聚焦在一个点上爆发 那对我的选择来说很简单 我肯定是选择抖音的 因为天猫某种程度上 一个是它流量也很枯竭了 第二个因为它的流量枯竭 它其实对于新的商家并不是那么友好 它也不会给你太多的一些支持吧 因为剩下的流量肯定要都给目前来说 还有比较大体量的头部品牌 但抖音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友好 所以这上面我们是拥抱抖音的 而且今天抖音就是它已经完成了整个闭环 就是我们可以所有的资源都放在抖音 在抖音里面有头部达人推广 可以种草 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栏威号 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内容生成去投放给用户 然后我们直播间可以在这里收割 然后达人也可以通过直播去带货获得利润 在这个生态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值得研究 而且一旦研究通了这些相辅相成的过程 销量就会非常稳健的增长 是个让人非常觉得很愉快的一个过程 我们也不需要去跟平台去争取各种各样资源 你也不需要跑到像以前我们要跑到别的平台的总部在那蹲着 然后去做各种工作 两位刚才讲的都是比如说在说新学道的时候都在说抖音点上 你们为什么没有提快手呢 这个问题肯定是在一线的费总先来回答 是这样的 就是快手特别吃主播 就是对品牌的诉求没有那么高 快手您会看到第一 它的头部占据了绝大半壁江山的销售 然后在快手呢 更多的是吃这个主播的人设 它的用户主要是基于对这个主播的本人的一个深度的信任 所以的话在那里面就是品牌的这个推广会变得很艰难 大的牌子呢 又可能会某种程度上会觉得low了一点 然后没有品牌的产品 他们那边破价破的就恨不得就是9块9包邮能买到很多的东西 这个很多公司可能不是那么喜欢 其实在三个直播的电商大平台当中抖音是最后一个开始 就其他两个当然就是快手跟淘宝对吧 但最晚做的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吸取前面两个人做的有一些哪些不足的地方 你能够去在运营策略上去调整 那你会发现快手跟淘宝如果要挑刺 说他们在直播电商的生态的打造上有不足的话 那很明显就是过分的头部化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两个平台都有自己非常难以去撼动的这个头部 那抖音在这件事上很明显是吸取了前面两个平台的一些经验和教训 然后在打造这个直播的生态的时候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健康的相对来说 在这件事上是比较健康的 除了罗永浩可能是本来就很知名的公众人物去做抖音的直播电商 但在罗永浩也逐渐的让出了位置之后 其实其他的主播就没有那么明显的那种垄断性存在 那这个生态可能是会更好的 我们回到618您自己还有就比如说您观察到您的同行就今年在618的策略是什么呢 就大家都怎么弄了 刚才那个文明总说我们也是一样的就是 关注日销不要把大处太当回事 大处对于品牌来说如果这个波峰拉得太高是不健康的 这个过程太可怕了 我们在干了20年过程中就是觉得破价是最伤品牌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一点 只是这几年会有很多公司被卷得太厉害的时候 已经忘记要坚守了 那于是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公司会出现巨大的问题 把那个大处看得不要那么重 然后变成一个让这个新消费品的这个生意变成一个更健康的 更长期的生意 我觉得可能是今天所有人都应该要意识到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希望你听完这期节目呢 能够对今年上半年的消费品市场有一个大概的感觉感受 当然中间有一些大宗的行业我们没有聊 比如说房地产啊家居啊 然后以及汽车 也许我们可以找机会 然后再单开一起去聊聊看这些品类 好的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商业外向的听众群 分享你对我们内容的看法 或者呢也非常希望能够获得你推荐合适的话题 或者合适的嘉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聊 那入群的方式呢 是在生动活泼的公众号里 恢复商业外降 外呢是英文的外 然后就可以扫码入群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关于这期节目大家有什么想法 都可以在各大平台给我留言 小宇宙苹果podcast喜马拉雅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也欢迎推荐给你的一到两位朋友 或者给我们打赏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另外也感谢商业外降幕后的小伙伴 包括监制Amanda 剪辑Curt 设计饭团 运营刘瑶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观看